邪气脏腑病行第四 本篇着重讨论了邪气中人的部位 中阴、中阳、中脏、中腑的不同 并指出在诊查过程中 应注意色、脉、齿肤三者和参 叙述了缓、脊、大、小、滑、色六种脉相与五脏病症的关系 提出了合之六腑的理论 并论述了六腑病症的临床表现 及取学和针刺的方法 因本篇重点论述了邪气中人的原因 以及五脏六腑为邪气所伤失出现的病症 故称为邪气脏腑病症 皇帝问齐伯说 邪气是怎样伤人的 齐伯回答说 邪气、六淫之邪、伤人开始于上半身 皇帝说 部位的上下有一定的法度、标准 齐伯说 上半身发病是外邪、风寒、所致 下半身发病是失邪所致 所以说 这是外邪清晰人体的一般规律 但不是绝对的 因为病邪会有传变 阴经中了外邪 流于六腑 阳经中了外邪 则流于本经 皇帝说 经脉有阴阳之分 名称各不相同 但作用相似 上下互相会合 经若相互贯通 如环无端地寻行着 当病邪侵入人体的时候 有的忠于阴 有的忠于阳 或上或下或左或右 没有恒定规律 这是什么缘故 齐伯说 手足三阳都聚于头面部 故称诸阳之慧 邪中人体 必成经脉空虚的时候 或在劳动用力时 或隐时汗出 凑吕开泄时 一时外邪侵入 邪气亲疾念部 则下入阳明经 邪气亲疾向部 则下入太阳经 邪气亲疾夹部 则下入少阳经 邪气忠于胸部 背部 两邪 也分别入于三阳经 皇帝说 外邪侵入阴经的情况 又是怎样呢 齐伯回答说 邪侵入阴经 通常是从手臂足径开始 手臂与足径皮肤较薄 肌肉也较柔润 故意感受风邪 邪气毒伤其阴经 皇帝说 这样还能伤及五脏吗 齐伯回答说 身受了风邪 不一定会伤及五脏 邪气侵入阴经 若五脏之气坚实 邪气是不能内清的 而还归于六腑 所以邪忠于阳的部位 留住于经脉 邪忠于阴的部位 则留住于相应的六腑 皇帝说 邪气忠于五脏 是何缘故呢 齐伯说 愁有恐惧则伤心 身体受寒 或饮食生冷则伤肺 两寒室内外接受其伤害 故气泥而上行 如有跌不坠下 于血流至于内 若有大怒 情绪激动 则气向上冲逆 欲结于胸斜之下 则伤肝 旁有被鸡脯 或醉酒刑防 此时身上出汗 一杆风邪 则伤皮 若用力举推重物 或防势过度 汗出之后入浴水中 则伤肾 皇帝说 五脏为风邪所伤 会怎样呢 齐伯说 阴阳接受风邪所伤 风邪便会内侵入脏 皇帝说 说得很对 皇帝问齐伯说 人的头面部和整个身体 有骨骼与肌肉相连 气血相依运行 天寒地冻 冰雪凌人或天气 突然变冷的时候 人们会缩手缩脚 动作不灵活 而面部露在外面 却不怕冷 是什么原因 齐伯回答说 十二经脉 三百六十五落 气血运行都寻行于面部 而流入空窍内 其中阳气的精微 寻行至眼睛 可使人能视 其别落精气 寻行至耳 可使人能听 胸中的踪气 上处于鼻 使人能嗅 在胃中寻行的精气 上达于唇舌 使人产生味觉 气所化的精液 都上行熏蒸于面部 而且面部皮肤厚 肌肉坚实 所以天气寒冷时 面不能抵御 外部寒冷 皇帝说 病邪侵入人体 其发病的外表形态如何呢 齐伯说 虚邪贼风 似是不正之风 伤人时 撒吸震寒 寒力怕冷 正邪伤人 似是正常的风 在劳动出汗时凑理开泄 偶尔遭受的风邪 其伤人程度甚轻微 只是在气色上略有所见 而身上病无病的感觉 像有病一像无病 好像病血已消 又好像仍在那里 表面上有病的行迹 也可能毫无行迹 因此不能知道其病情 皇帝说 讲得很好 皇帝问齐伯说 我听说 医者 见到患者观察其气色 便知其病 称之为名 按其脉 便知其病情 称之为神 问其病情 便知其病苦所在 称之为公 我愿听你说一说 为什么望诊便可知其病情 切脉便可明确其病况 问诊便可知其病苦所在 齐伯回答说 面色与脉象的关系非常密切 就像用木锤击鼓 随即听到鼓声一样 密切相应 不会有差错 这就是本与末 跟雨夜的关系 正像树根疑似 则树叶必然枯萎 患者面色脉象 及形体肌肉的相应变化 是不会不一致的 故能掌握其一 即可称之为公 掌握其中之二者 可称之为神 掌握其中之三者 可称之为神而又名的高明医生了 皇帝说 我急于想听听你的解释 齐伯回答说 面青色者 出现贤脉 赤色者 出现勾脉 黄色者 出现代脉 白色者 出现毛脉 肺脉 黑色者 出现实脉 肾脉 如面色见到某色 而又未见到相应的脉象 反而出现相克的脉象 这属死脉 出现相生的脉象 虽有病也会痊愈 皇帝问齐伯说 五脏所生的病 内在的病变 反映在提料上 是怎样的呢 齐伯回答说 首先要确定五色 与五脉的相应关系 疾病便可以辨别出来 皇帝说 面色与脉象确定之后 怎么变病呢 齐伯说 诊出脉的缓 脊 大 小 滑 色 并可确定是什么病了 皇帝说 怎样诊查脉象呢 齐伯回答说 脉来急促者 齿部的皮肤 亦显着紧急 脉来徐环者 齿部的皮肤 亦显着迟缓 脉象小者 齿部的皮肤 也显着受削 肥波而少气 脉象大者 齿部皮肤 也显着凸起似的 脉滑者 齿部的皮肤 也显着华丽 脉色者 齿部皮肤 也显着色质 凡此六种 皮肤 改变者 有的显著 有的并不显著 所以有经验的医生 观察齿部皮肤 可以不诊寸口的 脉象就能知道病情 脉针有经验的医生 有时也可以不观察 皮肤色调 而能够观察 面容气色 皮肤色调 脉象 三者相互参照 进行诊断的 称之为上工 高明医生 上工治病疗效好 十个患者 可治愈九个 只观察三者 其中之两项者 为中工 治疗十个患者 可治愈七个 只观察 其中一项者 为下工 治疗十个患者 只能治愈六个 皇帝说 请问脉象是缓 急 大 小 滑 色 其各所表现的 疾病形态 该是怎样呢 齐伯说 请让沉从五脏 病变分别来谈吧 心脉及肾者 手足触怒 危及有心痛 牵引几倍 那是差 心脉缓肾者 可引起狂笑 神散 神智失常 危缓者 可发浮良病 并在其旁或其上 凸起大如手臂 如无良一样 浮在心胸之下 有时唾血 心脉大肾者 喉中有无耿足感 危大者 血脉与阻不通 心痛彻背 食而流眼泪 心脉小肾者 食作恶逆 微小者 是多食善机的肖丹病 心脉滑肾者 是善可欲饮 危滑者 为心善 正渐心暴痛 气上冲胸 牵引其腹 少负冥想 心脉色肾者 雅不能言 微色者 则有吐血 滑血 四肢绝腻 耳鸣 头痛等症 肺脉急肾者 颠症 危急者 肺中有寒热 带多乏力 可唾血 并牵引腰背 胸部作痛 鼻中有膝肉 阻塞不通 肺脉缓肾者 多汗 危缓者 为手足软弱 无力的伪症 智漏 半身不遂 头以下身上汗出不止 肺脉大肾者 足净水肿 危大者 是传满而呕吐的肺壁 牵引胸背作痛 怕见日光 肺脉小肾者 是谢谢 微小者 是肖可善机的肖丹病 肺脉滑肾者 为吸奔 肺气欲结欲泪下 喘息上奔 上气 危滑者 口鼻 急而因出血 肺脉色肾者 为呕血 微色者 为鼠漏 在颈及业类之间 下肢无力 足吸酸软无力 肝脉及肾者 多怒而言语伤人 危急者 甘有积聚于肋下 好像扣着的杯子一样 肝脉缓肾者 食食呕吐 微缓者 水肌胸下 拮据成块 小便不利 肝脉大肾者 内有臃肿 食而呕吐 鼻出血 危大者 肝臂 气欲于内腹胀满 阴气乱缩 可对少腹牵引作痛 肝脉小肾者 多瘾 微小者 膳食善机的肖丹病 肝脉华肾者 为 善音囊肿大叫 是善气的一种 微华者 宜尿 肝脉色肾者 易吟 微色者 筋脉引脊和居鸾 由血须引起的筋臂 筋脉抽风居鸾 皮脉及肾者 手足触怒 危急者 隔中病 急时候又复吐出 大便下冷漠 皮脉缓肾者 四肢为软无力而觉冷 微缓者 为风尾 四肢偏肺 心理 神智 清除 好像没有病 皮脉大肾者 好像是被鸡扑倒的 微大者 善气 腹大 浓血从肠胃排出 皮脉小肾者 有寒热往来 微小者 善事易激的肖丹病 皮脉华肾者 阴囊肿大 贴困不解的 善病 微华者 各种肠寄生虫病 可引起腹内热感 皮脉色肾者 肠 微色者 内窥 多有大便浓血 肾脉及肾者 含血病入骨中 称骨颠急 微疾者 为肾气沉滞而失神 肾之机 脚难以身躯 二便不通 肾脉缓肾者 脊背疼痛四折 微缓者 微冻血 饮食不消化 时候腹突出 肾脉大肾者 因微 微大者 为食水 从旗下至小腹肿满 肿满上至微晚 为难以治愈的疾病 肾脉小肾者 腹血 微小者 善食善机的肖丹病 肾脉滑肾者 小便不通 高丸肿大 微滑者 骨尾 不能直立 坐不起来 坐起来则头昏眼花 事物不清 肾脉色肾者 生大的臃肿 微色者 月经不来 治和不育 皇帝说 疾病可发生六种变化 针刺是怎么办呢 齐博回答说 脉紧急者多阻寒症 缓者多为热症 脉大者为多气少血 脉小者为气血皆少 脉滑者为阳气旺盛 唯有热症 脉色者多为多血少气 唯有寒相 所以 针刺脉急者 应身刺 流针 针刺缓脉者 应浅刺而速出针 以便消除热症 针刺脉大者 威胁其气 不要使其出血 针刺脉滑者 用速出针 而浅刺的方法 以便泄其阳气 而消除其热症 针刺脉色者 必须刺重其脉 观察其顺逆 而采取九流针的方法 还需按摩经脉 巡行的通路 出针后 锁按针孔 不要使其出血 使其经脉气血调和 对脉小的患者而言 其阴阳诸气 及形体都不足 请不要用针刺治疗 而以服药为好 皇帝说 我听说五脏六腑的脉气 经形书所入为和学 它是从哪条通道 进入和学呢 在进入时 又是与和脏相连呢 愿听你讲讲其中缘故 习伯回答说 各阳脉 由别落而入 属于六腑 皇帝说 行书各学与和学 各有各的作用吗 习伯回答说 行书各学之外经 体疗病 和学之脏腑的疾病 皇帝说 怎样治疗脏腑的疾病呢 习伯说 应取用各经的和学 皇帝说 和学各有各的名称吗 习伯回答说 魏的和学在本经的足三里学 大肠的和学在下肢未经的上举虚学 小肠的和学在下肢未经的下举虚学 三胶的和学在下肢膀胱经的伟阳学 膀胱的和学在本经的伟中学 胆的和学在本经的阳灵泉学 皇帝说 怎样取和学呢 习伯回答说 取足三里学要正做使其足备低平 拒虚学用举足方式 伟阳学用先驱骨后测定的方法 伟中学用驱腿取学方法 阳灵泉学用正身蹲坐 竖起膝盖 旗下置为阳学的外侧取学 取个前表外经学位 须明确判断学位后再进行真次治疗 皇帝说 愿听你讲讲六腑的疾病 齐伯说 灭热者是足阳明未经的疾病 在手鱼肌部位有充血的表现 是守阳明大肠经的疾病 两侧足背上的经脉 出现坚实或虚弱的下陷现象 是足阳明未经疾病 这是侧后胃气的药脉 大肠病患者 小腹阵阵疼痛 并有肠明 冬季感受寒邪 便会引起泻泻 当齐周疼痛 不能持久站立 与胃病相关 可取上去虚学 胃病患者 腹胀满 胃婉心胸疼痛 痛是向上支撑胸血 胸隔与咽部组织不通 不能进食 应取足三理学 小肠病患者 小腹疼痛 腰脊牵引高丸疼痛 时有小便窘疾 耳前发热 或耳前感到很冷 或毒在肩上感到很热 以及手小指次指之间有热感 或是落脉 有下陷的表现 这些症候都属于 手太阳小肠经的病变 可取下具虚学进行治疗 三胶病患者 腹胀气满 小腹坚硬 小病不通 有窘疾感 腹中蓄水流而不去 即形成胀病 诊病时要观察 足太阳膀胱经外侧大陆 大陆在太阳与绍阳之间 一反应在经脉上 应取伪阳穴 膀胱病患者 小肤偏肿而且疼痛 用手腕痛处 脸想小便 但又不能逆出 肩上有热感 弱脉线 足小指的外侧 及颈骨足怀后部 有热感而脉线 取伪中穴 胆病患者 善太息 口中苦 因胆汁上 孽而呕吐苦水 心下跳动不安 好像将要被捕的感觉 猴头不似有物耿足 口中贫拓贤目 在足少阳胆经 从十点至终点 寻经取学 亦可是其落脉之线下处 进行九法 有寒热往来者 驱奔经 的和学 阳灵全学 皇帝说 真赐上述各学 有一定规律吗 习博回答说 赐这些学位 必须中期弃学 不要赐重肉节 皮肉骨节相连部位 中期学则真敢扩散到 经脉的通路上 勿刺重肉节 立即感到皮肤疼痛 该用补法而反用泄法 该用泄法反用补法 则会使病情更趋重度 若勿刺重于经 则经被损伤而迟缓 使邪气不能驱出 并与真气相团 从而邪流至体内 使邪内线 这都是用针不够审慎 倒行逆施造成的 相关知识链接 1. 合治六腑 六腑下和穴 六腑之气下和于足三阳 经在下制的六个数学 脊位和足三里 大肠和上巨须 小肠和下巨须 三胶和尾阳 膀胱和尾中 胆和阳灵犬 称为下和穴 又称六腑下和穴 根据本篇中提出的 和治六腑的理论 这六个穴位 对于相应的腑的疾病 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即足三里治疗位的疾病 上巨须治疗大肠疾病 下巨须治疗小肠疾病 尾阳治疗三胶疾病 尾中治疗膀胱疾病 杨灵犬治疗胆经疾病 疗效均非常显著 2. 下和学歌 魏京下和三里乡 上下巨须大小肠 膀胱当和尾中学 三胶下和属尾阳 胆经之和杨灵犬 辅病永之效弊彰 原文 皇帝问于齐伯曰 邪气之中人也奈何 齐伯答曰 邪气之中人高也 皇帝曰 高下有度呼 齐伯曰 身伴以上者 邪中之也 身伴以下者 时中之也 故曰 邪之中人也 无有恒常 忠于阴则溜于府 忠于阳则溜于京 皇帝曰 因之与阳也 一名同类 上下相会 境落之相关 如还无端 邪之中人 或忠于阴 或忠于阳 上下左右 无有恒常 齐故何也 齐伯曰 诸阳之会 皆在于面 忠人也方 承虚时 即兴用力 若隐时 汗出凑理开 而忠于写 忠于面 则下阳明 忠于想 则下太阳 忠于夹 则下少阳 其忠于应 被两邪一中 其经 皇帝曰 其忠于阴奈何 齐伯答曰 忠于阴者 长从地横使 复辟与横 其阴皮薄 其肉闹则 故举寿于风 独伤其阴 皇帝曰 此故伤其脏乎 齐伯答曰 身之中于风也 不必动脏 故邪入于阴京 则其脏气时 邪即若而不能克 故海之于府 古中阳 则溜于京 中阴则溜于府 皇帝曰 邪之中人脏奈何 齐伯曰 仇有恐惧则伤心 行憾寒隐则伤费 以其两寒相感 中外皆伤 故气逆而上行 有所堕坠 恶血流内 若有所大怒 气善而不下 急于邪下 则伤肝 有所积谱 若醉入房 汗处当风 则伤疲 有所用力举重 若入房过度 汗处欲水 则伤肾 皇帝曰 五脏之中风奈何 齐伯曰 阴阳俱感 鞋乃得望 皇帝曰 善灾 皇帝问于齐伯曰 守面与身形也 鼠骨连金 铜血和弃耳 天寒则列地灵兵 其族憨或手足泻舵 然而其面不一何也 齐伯答曰 十二金脉 三百六十五落 其血气皆上于面 而走空窍 其经阳气上走于墨而为经 其别气走于耳而为听 其踪气上出于鼻而为臭 其浊气出于胃走唇舌而为胃 其气之今夜皆上熏于面 而皮又厚 其肉间 故天气甚寒 不能胜之也 皇帝曰 邪之中人 其并行何如 其补曰 虚邪之中身也 撒细动行 正邪之中人也为 先见于色 不知于身 若有若无 若亡若存 有行无行 莫知其情 皇帝曰 善哉 皇帝问于其伯曰 于闻之 见其色 知其并 明曰明 岸其脉 知其并 明曰神 问其并 知其处 明曰功 于愿闻见而知之 按而得知 问而及之 为之奈何 启波大曰 夫色脉 与此之相应也 如福谷影响之相应也 不得相失也 此一本末根业之初后也 故根死则也枯矣 色脉行肉 不得相失也 故之一则为功 之二则为神 之三则神且明矣 皇帝曰 愿祖闻之 齐波大曰 色轻者 其脉贤也 赤者 其脉勾也 黄者 其脉带也 白者 其脉毛 黑者 其脉石 见其色而不得其脉 反得其相生之脉 则死矣 得其相生之脉 则病矣 皇帝问于齐波曰 五脏之所生 变化之病形何如 齐波大曰 坚定其五色五脉之应 其病乃可别也 皇帝曰 色脉已定 别之奈何 齐波曰 挑其脉之缓 即小 大 滑 色 而并便定义 皇帝曰 调之奈何 齐波达曰 脉急者 齿之皮肤一急 脉缓者 齿之皮肤一缓 脉小者 齿之皮肤一减而少气 脉大者 齿之皮肤一奔而起 脉滑者 齿之皮肤一滑 脉色者 齿之皮肤一色 凡此六辩者 有微有甚 顾善调耻者 不带于寸 善调脉者 不带于色 能参和而行之者 可以为上宫 上宫 十全九 行二者为中宫 中宫 十全七 行一者为下宫 下宫 十全六 皇帝曰 请问脉之缓 即大 小 滑 色之病 行何如 齐波曰 臣请言五脏之病遍也 心脉及甚者 为赤纵 危及为心痛隐背 十不下 缓身为狂肖 危缓为浮粮 在心下 上下行 十拓血 大身为猴戒 危大为心臂隐背 善为初 小身为善会 危小为肖丹 华身为善可 危华为心善隐其 小复明 色身为阴 危色为血液 为绝 耳鸣 颠己 肺脉及肾为颠己 危及为肺寒热 怠惰 可拓血 引腰背胸 若鼻息肉不通 缓身为多汗 危缓为尾漏 偏风 头以下汗处不可止 大身为净肿 危大为肺臂隐胸背 其恶日光 小身为谢 危小为肖丹 华身为西奔上气 危华为上下出血 色身为呕血 危色为鼠漏 在井之夜之间 下不胜其上 其应善酸矣 甘脉及肾者为恶炎 危及为肥气 在血下 若腹背 缓身为善偶 危缓为水甲壁也 大身为内庸 善偶虑 危大为肝壁 阴缩 可因小腹 小身为多吟 危小为肖丹 华身为 善 危华为一腻 色身为意义 危色为智鸾精臂 皮脉及身为吃粽 危及为格中 食饮入而还出 后窝默 缓身为伪绝 危缓为风味 四肢不用 心悔然若无病 大身为鸡脯 危大为脾气 富果大 浓血 在肠胃之外 小身为寒热 危小为肖丹 华身为 龙 危华为虫不悔歇腹热 色身为肠 危色为内溃 多下浓血 肾脉及肾 危及为成绝奔屯 足不守 不得前后 缓身为折戟 危缓为动 动辙 食不化 下爱还出 大身为阴尾 危大为食水 起其以下之小腹 垂垂然 尚致未婉 死不至 小身为冻血 危小为肖丹 华身为龙 危华为骨尾 坐不能起 起则目无所见 色身为大庸 危色为不悦 臣至 皇帝曰 病之六便者 次之奈何 齐波达曰 诸己者多寒 还者多热 大者多气少血 小者血气皆少 华者阳气盛 微有热 色者多血少气 微有寒 是不次己者 身内而久留之 次还者 浅内而即发针 以去其热 次大者 威胁其气 无出其血 次华者 即发针而浅内之 以泄其阳气 而去其热 次色者 臂中其脉 随其逆顺而久留之 必先暗而寻之 以发针 即暗其欲 无令其血出 以何其脉 诸小者 阴阳行其具不足 误曲以真 而调以干药也 皇帝曰 于文武藏六府之气 行书所入为和 令和道从入 若安连过 愿文其故 齐伯达曰 阳脉之别入于内 属于福者也 皇帝曰 行书与和 各有名乎 齐伯达曰 行书至外经 和至内府 皇帝曰 至内府奈何 齐伯曰 取之于和 皇帝曰 和各有名乎 齐伯达曰 为何入于三里 大肠和入于拒须上连 小肠和入于拒须下连 三胶和入于尾阳 旁光和入于尾中央 胆和入于阳灵权 皇帝曰 取之奈何 齐伯达曰 取之三里者 低夫取之 拒须者 举足取之 尾阳者 屈身而所知 尾中者 屈而取之 阳灵权者 正数习语之旗 下至尾阳之阳取之 取诸外经者 于身而从之 皇帝曰 愿闻六府之病 齐伯达曰 面热者 足阳明定 于落穴者 守阳明定 两夫之上脉肩 若献者 足阳明定 此为脉也 大肠病者 肠中切痛 而明灼灼 冬日重感于寒极限 当其而痛 不能久力 于未同后 取具须上连 为病者 父 仗 为晚当心而痛 上之两邪 隔阴不通 食阴不下 取之三里也 小肠病者 小腹痛 腰脊控高而痛 食炯之后 当耳前热 若寒肾 若独肩上热肾 几手小指 次指之间热 若迈现者 此其后也 守太阳病也 取之继续下连 三胶病者 腹脏气满 小腹油肩 不得小便 炯疾 一则为水 留疾为胀 后在足太阳之外大落 大落在太阳少阳之间 亦建于脉 取尾阳 膀胀病者 小腹偏肿而痛 以手按之 急欲小便而不得 减少热 若迈现 集足小指外连 急进怀后接热 若迈现 取尾中央 胆病者 善太息 口苦 偶肃之 心下淡淡 恐人将补之 爱中介介然 恕拓 后在足少阳之本末 亦是其脉之现下者 久之 其寒热者 取阳灵全 皇帝曰 次之有道乎 习伯达曰 次次者 必中弃学 无中肉解 中弃学 则真由余向 中肉解几皮肤痛 补谢反 则病易度 中金则惊患 邪气不出 与其真相伯 诺而不去 反还内住 用真不审 以顺为逆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ce im water onsана 你是 两 一 二 二